11月12号,2020年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奖学金答辩会举行 来自不同院系的15位候选人参加了现场答辩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出席答辩会并总结讲话 参加答辩的15位候选人从各院系推荐或由自主申报的优秀学子中脱颖而出 他们先后分享了自己在学业发展、科研创新、社会服务、文艺体育、 全球胜任力等方面的成长经历 郭勇在总结讲话中对15位同学表示祝贺 他向同学们分享了三点体会 第一,要关注特等奖学金候选人的学术志趣和成长经历 不要过多关注取得的成绩 第二,要看重特等奖学金的评选导向 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 第三,要严格审查特等奖学金申报材料 严格监督评审过程做到实事求是